身體厚度是非常夠的 對 在昨天的比賽裡面 沒有看到他有太多的自主進攻能力 但是很快的勇士隊懷疑顏色了 接任的時候必須急救傷 不做一些救火 還要來得再從容一點 對 沒錯 一個球隊的系統 他就需要有很長時間 有時候 從搶籃板球時波恩 再把球播出來 Hammilton踩一個腳步進來 今天Hammilton on fire 看你這樣跟附防勇士 電影這邊主動辯證了 手under 所以Hammilton投進來 來到Prosity熱身賽的第一個三分 背靠背 這其實消耗會比較大一點 對 尤其是像 四節八人刺的羊匠使用的權力 那羊匠的比重會非常非常高 對 也變陣了 他們又把他們的小羊匠 換上來去搭配 迪蒙來做一個進攻上的選擇 為什麼在防守上 就會有出現更關注在 他的投射跟他又進攻的技巧上面 前面有人偷跑了 汉米爾頓 輕鬆的上籃得封 這個陣容裡面他必須要扮演 一個怎麼樣的定位 白薩剛看到籃底下 簡平照來對位 所以說直接背空單打 沒進就是一個轉換快拱 也幫華斯穎的球隊加油 第三節比賽開打 雙方一籃看起來 汉米爾頓還是球隊 一個洋向球 他身高看起來是有點換水 汉米爾頓 其實也是非常的小囚禁 所以這個球技可能 很多地方還是需要 在關鍵時候 展現他的引導能力 汉米爾頓這個籃下反攻 汉米爾頓